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Mitsuta & Mitsusa的食評 上星期在大圍有一個新商場開了, 就是維芳 逛逛之餘, 找一間餐廳填餐 一搜尋, 見到好幾個報道都說要食這間餐廳 這間是由日本名古屋傳入香港的三本屋手工烏冬 它是首間在海外的分店, 就是來了香港 一來到門口就已經排了長龍 所以要食的朋友就要留意時段, 或者要預早來排隊 免得排得那麼久 留意一點就是它要人齊才可以入座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鋪位都比較小, 裡面都蠻逼閒 如果你三四個人去都要等一段時間 裡面的裝修都是別墅的, 有一些日本的風味 據這個報道說, 三本屋主打烏冬, 新鮮製造手工烏冬 餐廳有獨創的伊河燒沙煲女燉煮 有別於其他房間的半夜烏冬的煮法 我們就叫了幾樣的食物, 首先試了一個燒地雞手魚 即是燒雞翼, 然後塗了醬油在上面燒得不錯 但是整個雞我覺得不太入味, 算是不錯 我覺得這間餐廳好不好就要吃它的豆腐 所以就叫了日式炸豆腐試一試 這碟豆腐可以說是外脆, 內滑 但是我覺得吃下去都是一般般的 沒什麼驚喜, 又沒什麼味道 雖然豆腐很滑, 但又沒什麼豆香 來到當然要吃它的烏冬, 對吧? 我們點了兩個烏冬不同湯底 一個就是黑豚肉煮烏冬, 咖喱湯底 另外就是牛肉煮烏冬, 老店傳統味, 真湯底 每碟烏冬是用沙煲送上來的 那些湯還是很滾的, 所以大家要吃的時候 就要小心點, 不會辣到它的嘴巴 這個老店傳統味噌湯底, 我覺得是一定要試的 因為它的味噌湯不是鹹的, 是偏向清得來 又是很香的濃郁味, 這個湯底是不錯的 但是咖喱湯底, 我就覺得不符合我的預期 它的咖喱湯底是超級稀, 稀得好像水一樣 咖喱不濃, 味道又不濃, 沒什麼咖喱味 完全不像日式咖喱, 湯底是一般的 而它的烏冬, 因為它是每一天手打 所以它的烏冬偏厚一點, 可以說是有煙韌, 有點咖喱味 那些報道說, 手打烏冬偏彈牙, 爽口, 湯底好正, 好濃, 點點點點點點 我來吃完是覺得失望的, 因為它的價錢又不是便宜 那每碗烏冬的肉是偏少的, 每個烏冬只有四至五塊肉就沒有了 而且全部都覺得它是不夠入味的 不濃, 咖喱也不濃, 只有傳統湯底比較好 而且它的烏冬的份量也偏少, 如果是男生來吃, 我覺得它可能要吃兩碗 那它的湯底雖然好像很稀, 但它是偏清 但它又不是那種清淡, 有優香的味道是沒有的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偏淡厚的 這家東西我會笑一次就算了, 就不會特地排隊了 今次的試吃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是這麼多, Bye Bye